要離開等很久嗎 對啊 啊我從那邊到那邊 都一個小時啊 這個比較好笑耶 你是新開的耶 你又不是二三十年前的那一種的啊 都什麼年代了啊 而且你新開的怎麼會 而且今天是平常 大概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二十分鐘 然後客服電話打了 他們一直沒有辦法處理 所以真的很誇張 怎麼都被人家處理啊 太慢了齁 你們一個小時在前進多少啊 從過來這邊而已啊 就轉一個彎一個小時 自電啊 這是自電啊 根據購物商場表示 館內的停車空間 有1600個汽車停車格 由於商場僅有龍德新路一處的汽車出口 遇上的交通尖峰時段 交接的博愛路自由路 若車流量大 加上紅燈號制的停留時間 確實造成的低樓層地下停車場 出現優色的現象 剛好我們的出口這邊 也是都會有交通管制 那應該是說人流車流 比較多的狀況 可能還是需要大家多耐心等候 那其實我們這邊會因為 館內的一個車潮的狀況 我們會再看外面的紅綠燈 就是是不是有一些 可以說調整的部分 那我們也蠻努力大家 可以多多搭乘交通 大眾遇速工具的部分 因為像是我們也有提供了 就是達成一卡通過來 那館內又滿快我們回程的部分 就可以讓民眾 回程的部分是免費的 民眾歡喜到新開幕的 大型商場逛街購物 最後卻因為在地下停車場 塞車回不了家 還激了滿肚子的怨氣 急紅了眼 直呼再也不來了 商家弱勢不儘快改善 或重新規劃出口動線 勢必影響民眾光顧的意願 記者鄭光沛 吳鼠婷採訪報導 好 。 超高的 谢谢大家